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明治天皇 在巴德路的巷子裡 他的名字蠻有趣的 我們就來吃吃看他們的三明治 好像在網路上也蠻有名的 這是店正面的樣子 這個是Menu 好,差不多就是中高價位 但是份量的話不曉得多不多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 這是另外一張比較有質感的Menu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老闆,不好意思 那我要一個全天候三明治 跟一個巧克力杏仁棉花糖 好,謝謝 那店裡大概是走美式風格 溫馨的小店 座位大概有差不多七八個位置 店內的一角 好,謝謝 老闆,那想請問一下 那這家店已經營業多久了 營業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這樣,謝謝 好,那這三明治 算是熱壓的一種類型喔 然後就是先點現做這樣 所以大概會稍微等個十分鐘多喔 好,那現在就是把配料放到三明治上 然後準備放到這個壓器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的製作過程喔 好,那這個就是甜的巧克力喔 好,那這個就是甜的巧克力喔 好,長這樣喔 好,這裡面是棉花糖喔 呃,棉花糖跟那個巧克力醬還有杏仁片喔 好,這裡面是棉花糖喔 好,很酥脆的吐司喔 好,那這個就是甜的喔 然後那個就是甜的喔 混濕菜小姐,你就可以好好看看喔 它的口味是不錯的喔 甜膩甜膩,然後會甜香甜香的 好,那這個是甜的部分 甜口味的吐司喔 甜口味的吐司喔 好,下一位喔 他是叫做全天候三明治喔 嗯,裡面有醬喔 有煎蛋 好像,還有熱狗喔 好,那就吃吃看喔 有香腸喔 然後這個醬吃起來甜甜的 嗯 口味很好喔 口味蠻豐富的 然後這個醬甜甜的還蠻好吃的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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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吃的 好,剛剛麥克大叔去問老闆喔 他說這裡面的話 就是有那個 德式香腸 然後煎蛋 然後培根 還有 奶油蘑菇醬嗎 反正是一種甜甜的奶油醬喔 那個材料是蠻豐富的 好,那個要三明治吃起來 還是 嗯,香脆香脆的喔 帶一點甜甜口感 那因為他有奶油香喔 所以他這個吃起來的味道是 嗯,應該算是香 有香濃 然後又有點甜味的口感 喔 然後再帶一點這個 肉的感覺 好 那材料蠻豐富的 好,那各位有說 我來這邊 這個很特殊的店 叫做明治天皇 那各位來救助 各位用餐一塊喔 材料蠻豐富的喔 好,掰掰